救護車抵達現場 女子身受重傷倒在地上 當時她還能用微弱的氣息 跟消防人員對答 但送醫急救三個小時之後 宣告不治 嘴巴微弱的講說 她手都麻掉 呼吸困難 居不忍遠重複她的話之後 說忍耐一下 醫院馬上就到了 父親節當天 黃爸爸痛失愛女 當時沒有監視器拍到事故畫面 警方也調查女子的機車 沒有撞擊痕跡 黃爸爸悲痛PO文 堅持要找出真相 有人留言表示 她女兒死前自己跟 救護人員說她是自摔的 不過驗屍報告出爐 案情大逆轉 法醫判定女子主要死因 是出血性休克 還有氣血休 骨盆腔及多處肋骨骨折 肺臟及脾臟 錯裂傷出血 胸部 腹部 背部 肢體 都有車輛碾壓創傷 就是證明是因為 有外力的碾壓 那就是車禍 造成我小女兒的死亡原因 而另外有民眾爆料 當時留言的民眾 是附近工地的員工 涉嫌做偽證 想要誤導成自摔的 調閱了附近的監視器 發現當時 只有一輛工地的砂石車 經過意外現場 檢調將展開進一步的偵查 約談砂石車司機 小女兒一頭翹立短髮 天眉可愛 今年才23歲 剛大學畢業 卻在父親節當天離期死亡 爸爸本身是花蓮市民代表 正要拼連任 但痛失愛女 找不到凶手 根本無心選舉 現在事情終於將要水落石出 記者綜合報導